欢迎收听财报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练Sky 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宾是我们年底财报狗产业前缘论坛的讲者 他是一位教授 也是一个新创公司的创办人 最近在矽光子的技术上 更是推出了突破性的产品 那今天这一集 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聊一聊 什么是矽光子 什么是CPO 那他们有哪些投资机会 那今天有嘉宾 就是和胜科技的董事长 暨总经理 吴茂仁博士 吴博士你好 嘿你好 瑋瑜好 Sky好 那我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因为你之前是在中央大学 光电视系单的教授 对 是 那你一开始 为什么我就会在光通讯这个领域 OK 光通讯这个领域 事实上是我去考硕士班的时候 口试委员我说 你来念光电所到底要做什么 我当然知道这题是必考考古题 所以我当然要准备一下 但是那个三十几年前 要搜集资料不容易 所以我只看到光通讯的一点点简单资料 就把它背下来 然后就说我要做光通讯 没想到我真的做了一辈子的光通讯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一开始在你研究所都要有个理由嘛 对对对 就先上研究所在说这样 对对 真的是先上在说 对啊先上在说 因为那时候还在 大家也都还在找题目啊其实 对对对对 我真的不懂光通讯是什么 不小心就找到了一辈子的志愿 你找到进去了才知道嘛 你不进去怎么知道呢 对啊就不小心就找到 可是后来又是什么原因 让你觉得说 这个领域有趣 你会想一直带下去啊 我小时候啦 就我年轻的时候 我很讨厌一门学科叫电磁学 所以我考硕士班的时候 一直回避跟电磁学有关的研究所 然后我考了那个光电所 刚好没有考电磁学 可是进去以后就发现 还是一直要练电磁学 进去以后发现 每一科都是电磁学 对对对 光电都是一起的啊 对对对 因为光就是电磁波嘛 所以它真的都是电磁学 所以我突然间觉得 我进了那个 我最不想念的科系 然后我就想一想说 我就找一个老师 他比较不要求电磁学的老师 那就去找了一个老师 做半导体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实验室叫做 机体光学实验室 是 就用3-5的satre 去做机体光路 事实上就细光子的前身啊 哦好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 对对对对 哇这个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我一路都是为了回避 逃避 然后越陷越深 已经陷入了这个电磁波泥绕出不来 没错没错 所以后来你就是一路这样子念上去 然后就直接走学界了 我硕士班第一年 成绩还可以 那老师就叫我执升博士 那我很听话 我就执升博士 那就这样一路念上去 然后念完博士以后 我去工作了 所以一开始是在业界 没有在 没有没有 我一开始就业界 因为我知道我学的没有很好 接学了 真的真的 那我就去业界工作 然后我去业界工作的那家公司 叫环容电器 在南投 哦是是是 对后来被日月光病走了 很早期的 对对对 我进去以后他才被病 那环容电器那个时候 在帮美国的大客户做光通讯 他们需要这一方面人才 是做模组的 对做transfer 嗯 一开始是做跟TOSA有关 TOSA ROSA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接一根是那个 就最早的BOSA 就是在环容电器有在做 那个是光通讯的接收跟 接收跟发射的次模组 哦OK 对 就封装雷射 封装photodetector这些东西 事实上我们在研究所 说实在话 也不懂产业真正做光通讯的 这些transfer 是到业界以后 然后公司派我们去客户那边 就把整套学下来 嗯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走 那只要有一天 突然间光通讯突然间泡沫了 2004年光通讯泡沫 是是是 对对对 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泡沫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怎么样 2000年的时候网路兴起嘛 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个网路这个行业会非常兴盛 嗯 所以带动了光通讯的整个产业起来 嗯 从美国啦 美国起来的很厉害 但事实上 那个时候的网路架设没有那么多 需求没有那么多 所以最后整个产业泡沫化 哦 所以那个时候是说 可能会有很多光线 但后来没有那么多的概念 对对对对 哦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对啊 我们刚才在外面聊到那个 他们也是2004年夏新贵 对对对 下那个功发啦 嗯 就是波罗威跟联雅光电 对 他们就是第一波进入资本市场 没错 对那时候听说是 那时候我还没进去 我听我老板讲 对对对 老板说 那时候大家都冷守一张 波罗威跟联雅 然后下来以后就该死了 没错 没错 因为我们以前是募资的 是创投 所以他们就是大家都有 没错没错 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好像是一个 新兴的产业 觉得未来的光通是会非常的蓬勃发展 没错 这个话是没有 没错 未来是光亮的 那马上就 那怎么办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从业界离开 嗯 然后我的母校嗯 收留了我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大学开始重视 发展一些产业技术 嗯 所以他需要去申请一些经济部的 学界可专大型计划 哦 所以他需要有一些 老师是有业界经验 嗯 所以学校又收留了我 好 所以等于说 你在业界工作过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就带着这个业界的经验 回到了学校任职担任教授 没错 没错 那后来哪里想不开 就是又出来创建 因为你已经经历了这个 你知道 你曾经在业界 然后后来看到这个业界下去的这个状况 现在居然又说来说 我来创一间公司吧 呃 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回学校以后 但学校的老师们比较少从业界来 所以我是比较少数从业界来的 嗯 然后老师就会觉得说 哎 你这个人的研究很业界 哈哈 就把我划分到很惨学了这一边去了 好 然后我刚刚不是讲说 我去执行那个学界科专 嗯 那个时候学界科专一个计划 大概一亿五千万上下 学界科专是什么东西 呃 就是说 经济部会给学校一笔大钱 嗯 那这个大钱 它有一个目的 就是去发展台湾业界需要的技术 哦 所以这个计划有一个目标 嗯 要成立公司 嗯 是 所以是经济部出现给学校 然后老头说如果你要拿这个钱 你要成立公司 对 就研究成果要能够成立公司 啊谁来经营 就是老师要负责去成立公司 所以我申请的计划 最后我擦屁股 我去成立公司 诶啊 这样子还怎么当老师 这样子有当老板 要当老师 哦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是2010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并不允许老师去经营公司 坚持 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嗯 所以我只好去找经营团队 然后我担任顾问 这是有一点怪啦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相当怪 但这样讲起来 事实上 我从业界回到学校 做的还是很业界的东西 然后又去成立公司 所以我一路都没有离开业界了 嗯 说怪也蛮怪的 嗯 哦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你接了这个计划 然后成立了和尚这间公司 哦 没有 那个时候成立了一家叫圆杰 圆杰 Sentera 如果做光通讯模组 你们知道的话 有一家叫Sentera 嗯 那后来这家公司最近被谁买走了 被联军买走了 Elaser 嗯 3540 联军 对 我所以以前之前已经是成功出厂的经验了 哦 没有 哈哈 经济部成功出厂 哈哈 没有啊 这不算吗 没有啦 我很早就出厂了 所以那个算是第一次的创业成功 应该讲第一次的创业经验 不要说成功了 啊 第一次创业经验这样子 那后来呢 后来呃 应该是说我一直都有这些成业的活动了 嗯 然后业界的好朋友们 嗯 一直希望说我可以把我带的团 因为我已经有学生出去创业嘛 嗯 对不对 是 然后我培养了蛮多的硕博士生 事实上我们在做一个实验啊 哦 这个实验就是说他从硕士博士的训练 训练完了以后 如果他可以继续把他的博士题目 当做创业题目往前做 所以事实上他跟我一样就说 你看我从硕士博士一路做的都同一件事情 嗯 那事实上个人觉得台湾需要有年轻人创业 是是是 啊 然后再来就是说 大家应该是把他的学术的经验 跟在产业的磨练训练结合 我的看法是说 这样大概十几年下来 他应该可以对台湾的这个产业有一点贡献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这样一路走下去 嗯 真正的社会实验 所以你说你是 这是真的一个社会实验啊 对 所以你当时你是接了一个经济部的案子 要成立公司 但你现在不是了 你现在是我教的学生出去都要成立公司这样子 希望他们敢创业 所以每个学生都是老板 你还要教他们怎么管人 对对对 所以我们授权的啦 让他们可以去面对客户 可以去做决策 嗯 可以去碰财务 你说学生就会去碰客户跟财务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哦 容许他犯错 一定要让他有经历 嗯 对啊 一定要被修理过啊 哈哈哈哈哈哈 做生意不容易 哈哈哈哈哈哈 要被电过 要被电过 教我 教学费啊 原来 原来老师学要教的还是不够多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老师教的原来是真的啊 那你后来为什么就会去创和胜啊 啊 就是你这样教完 你还自己来创 应该讲说就业界的朋友们不嫌弃啦 他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些学生team up起来 他们出钱 嗯 然后继续往台湾一些还没有做的题目往前走 所以其实还是算是研究性质吗 也不算研究性质 因为你创了公司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这家公司可以存活 对第一件事情是存活啦 所以这是增强实弹 也不是说实验啦 嗯 以long turn来看 它是一个很长期的实验 没错 但是事实上它是增强实弹 嗯 所以虽然说是台湾比较少人做的 但它其实已经是有一些商业上的应用价值 对对对对对 哦 因为我这一次创业的题目里面有一个题目 事实上就是细光子 对 那这个事实上里面就有一个博士生 它的博士研究就是这一块 嗯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什么是细光子 OK 那细光子基本上就是希望在silicon substrate上面去把这些光路啦 光学元件啦 甚至一些主动件像majorator这些把它做上去 把它机体化 什么意思啊 因为原本像你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做一些光的收发模组了嘛 对对对 那这跟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个 在细晶圆上面去跟光有一些处理 这个哪里不一样 事实上细光子的类似概念并不新鲜 我30年前念硕士的时候 做的机体光学就是这个细光子的前身 嗯 1990年到2000年讲的时候叫做机体光学 讲OEIC 就是光跟电把它集合成一个IC 但是那个时代它的platform是3.5的subtray 还有Lisinaube 尼酸里这种材料 OK OK 因为这种材料才有办法做高速majorator 那个时代要的是高速的majorator 然后在2000年到2010年 嗯 那个时候Intel就开始进来了 嗯 那2000年的时候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那个时代还出现了一个东西叫维基电 维光基电 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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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一个O叫Mens 就是维光基电 那事实上全世界真正的想要把 所谓的细光子也好 或光子集体化实现的公司是Intel 所以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 Intel就用维基电的技术 叫细光学平台 Silicon OptoBench SIOV 这种东西去做了第一代的细光子 那这个东西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更快的传输吗 它的最主要目的是维型化 一开始是为了维型 维型化 维型化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 IC电路 因为你把线宽一直做细 那它的Density就越来越高 在一个单位的面积里面 我可以集合很多的component Device 对不对 那事实上在光子元件上面 大家也有这种概念 也有这一种期待 只是大家一开始走的路 是所谓的Gannet Asanite 或Indian Fasify这种材料 那这个材料事实上 在1990年到2000年 产业做的人很少 Resource没有投在这里 投在Silicon这一边 但Silicon这边做的是电 所以这一支一直都起不来 所以有点像是说 我们那个IC越做越小 就是在各种电 这种同传道或者系 对 它越做越小 那光那边反而没有再缩小 然后Intel想要缩小 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说 就我套用系那边的一些技术来 然后跟光把它结合在一起 完全对 所以它其实一开始 主要的目的 只是为了缩小它而已 对 应该讲说 光收发模组里面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封装挑战 就是光学元件 怎么去做组装 因为光学元件的组装 需要精度 它的那个Assembly的 Torrent是非常的紧 所以这种Sloop 未来在生产的Sloopport 事实上是很低的 但如果你可以用半导体的技术 因为半导体是很精密 对 你把它用半导体技术 做出来以后 你就不需要去组装对准 所以东西是不是可以变得便宜 因为在我们2000年的时候 一个光收发模组 可能要1000多块美金 我小时候 我做事班 做Nichinau Bay的Majurator的时候 老师跟我讲 这一颗60万台币 我那个时候 没有我每天战战兢兢 我很怕把它摔破 学生的时候 那个硕士班 然后拿这个60万 30年前的60万 是可以买一台很好的车子 可以付房子头期款 而且不是那个低阶的 不是低阶 可以付头期款的 就是那个东西太贵了 那有没有办法用半导体的技术 让它给变便宜 那应用是不是可以多元化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我光跟细结合 在什么材料上面特性最好 其实不是 只是因为细这边很成熟很便宜而已 对对对 应该讲说细的制程成熟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密 成熟到说 你看然后你现在随便做都讲10奈米以下 对啊对啊 光学对准 只要在一micron就已经很准了 所以现在用silicon来做 是不是非常容易 但有非常容易吗 应该 sorry我讲的不好 应该相对于过去这二三十年 想要继续 相对容易很多了 想要继续在我们讲其他材料去进行的话 那个可能要再开发 重新走一条我们讲细晶元萎缩的这个路 就太久了 对的 了解了解 那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细光子 它的技术 目前主要想象啊 或者实际上的应用会在哪边啊 细光子事实上 大家长期来看 都是在一些比较high data rate的产品应用会比较实际 细光子一定要跟雷射做结合 一定要有雷射光 所以只要有雷射光的发射源 或者有光检测器的接收源 都有机会用细光子来实现 在各个应用 譬如像LIDAR也可能是一个未来的应用 它也可能是 但目前看起来最大部分是在 这种所谓光收发模组 尤其是在一通到100GB 这种data rate最需要 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提到说 细光子的导入其实是想要去萎缩嘛 想要让这个模组体积减少 让成本降低 可是我们最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很常因为会跟什么AI 或者是什么大的那种伺服器 或者资料中心结合在一起 完全对 为什么他们就已经那么大了 他们怎么会在乎这个体积呢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在一个现在新的 即将要来的一个generation的switch 51.2T T是什么数字 对 巨大的switch G已经是10的九次方了 对 那T又是它的1000倍 已经到10的12次方的 一秒钟有10的12次方bit 这一种数据传输量 那当一台switch的传输量那么大的时候 请问它需要多少个通道 才能实现 你用一通道100 就要有512个通道 512个通道 要多少条光纤 至少要512条 如果只有发出来 就512条 如果还要再进来 这512条 所以你想想看 一台交换机里面 有1000多条光纤 到底要怎么组装 所以就算是资料中心这么大 它的体积也还是蛮大的 一台机器里面就要1000条光纤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对 是 怎么组装 所以你不能说 拿一个传统的trancifer 那个尺寸 传�trancifer多大呢 就这张名片的一半 还蛮大了 对不对 你看你插512条插插看 攻北奥 光纤还不可以奥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些模组维形化 因为光通讯你看到的所有的器件 都用不锈钢 做得很扎实 很漂亮 那你一看到这个就不妙了 这个是传统的一个思维 以前的电子元件的那些电晶体 是不是也做得很大壳 可能也是用不锈钢去做它 就机面仪器要坚固 对对 但是如果这个trancifer 变成一颗IC的尺寸 那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单位面积 我单位体积里面放进了更多的存息了 所以矽光纸的思维 事实上也是直接在这一种 高密度数据的需求上诞生 也就是因为现在有一种叫51.2T 这种交换机 所以它诞生了 所以其实跟之前想象的情境 有一点不一样 对对对 会有小小的不一样 之前会觉得应该是我的终端装置要变小 所以我的这个光的收发模组变小 但结果不是 结果是在说 没有我是资料量很大的时候 然后我需要小 对的 所以其实真的跟当时想象不太一样 对 那如果以AI来看 这个问题更严重 跟一台51.2T一样大小的交换机 各位知道它的数据量多少吗 它的数据量大概是 这一台交换机的5倍 它是200多T 200多T 200多T 你已经500多个通道了 再乘5倍 所以有多少通道 2500个通道 在同样一个体积内 所以请问这下子光晴跟Transceiver怎么放 所以为什么NVIDIA 非得发展细光子不可 是 完全都是尺寸 体积 高密度 数据的需求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细光子的话 它就会 跟传统就是我有一个插槽 然后插一个东西上去不一样 它就是直接就是一块晶片 对 它概念上就希望说 做得像一块晶片 一块IC 这种概念 了解 觉得比较直观 因为过去在讲的时候 大家都会以为是说 因为AI要很快 所以要这个 细光子 但我就觉得 其实是物理的极限 也塞得进去 这句话讲的也没错 真的吗 从结果论来讲没错 所以它同时传输的比较多吗 200多T 这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可是它的传输速度应该是 跟之前是一样的 因为以前是光纤的话 应该讲说 你现在的NVIDIA的AI的架构里面 已经用传统可插法的transceiver在用 但是那个data rate要越来越高 它要运算的参数量要越来越大 所以它还是希望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或单位面积内 它可以处理更多的数据 对不对 就是微缩吧 就是在一个单位面积里面 能够拥有更多的速率 对 我觉得这样会更容易理解 对 因为那个transceiver其实蛮大 因为它还是尬一些什么散热的七差 对 那未来所谓的讯号的纯熟速度也好 用光纤来取代铜线也好 这是一个需求 第二个什么散热 因为你集合了那么多的transceiver 你可以想象那个功率消耗有多大 对 那怎么散热一定是一个问题 所以用细光纸它的散热的需求 会比传统来的大吗 还是其实 应该讲说 以目前来看 如果我一个光收发模组 一个transceiver里面放的是细光纸的option engine 跟用传统的塑胶光学键 事实上传统的port concern 还比较低一点 真的 真的 你说传统的 其实它的能耗是比较低的 稍微低一点 所以散热也比较少一点 对 但是它占了太多面积 所以等于说 我们今天如果要用细光纸 虽然萎缩了 可是你会有一些地方 必须要去让它更好地做散热 对 应该讲说细光纸 它可以萎缩 但一萎缩下来 光学的组装 最后最后 你还是要有一条光纤 跟细光纸去对接 它可以把讯号导出来 那这个对接的本身 是不是它的偶光效率足够 偶光是什么 Coupling Optio Coupling 把光从光波导到光纤上来 因为你现在 像一颗IC的细光纸 上面跑的都是光的讯号 那你终究是不是要把它传出来 接到另外一台机器上 变成电的讯号这样 对 你就想象你有一颗电的IC 电的IC是用针角座去把电的讯号导出来 对不对 你也可以想象 我在一颗电的IC上面 焊一条电信 是不是也可以把讯号导出来 是 可不可以 对 那到目前为止 光的IC只能跟光纤对接 它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光学角座 然后跑到一条叫做光的PCV 讯号就导出去 到目前还没做到 所以它就是要有一个 转换 光电转换的过程 对 光电转换 它可能在效率上面还没那么好 但是这个所谓的还没那么好 是可以解决的 会越来越好 那大概了解了细光纸 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 跟用在哪里 所以和胜主要在的柱子吗 和胜他创立的时候 我这个人蛮叛逆的 老师当一当 就不想当去创业 对不对 然后我就 创和胜的时候 我跟学生讲说 我们这次不要做光通讯 好不好 OK 那如果不做通讯 做什么 我挑战他们 我们当时候有三个 比较年轻世代 他们带技术的 其中有一个人 在学校 他是做细光纸 但是他是去验DNA 哦 它是比较偏 激光纸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 感测的嘛 感测 比较偏感测的那种 对 所以我们就说 那我们这一次 把光通讯模组 改成生物检测好了 嗯 所以和胜的英文叫做 OthnX 对不对 OthnX是authentication的缩写 authentication就是生物检测 哦 这一开始我们是想做生物检测 一开始我们还是做sensor 用光学的方法做生物检测 这个我脸听不太懂 为什么 拿出你的Apple Watch 里面就有梗了 对 哦 生物检测 我们那个时候是做一个 我们想说 我能不能用一个镭射 打到你脸上 但是我可以看到你 皮下的血管 跟血液流动 因为我们创业的时候 Apple不是刚开始3D脸部辨射吗 Sensing tool Tof那个脸 然后就很多人说怎么做假做假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学生讲说 如果我们要防止做假的话 是 有一个方法 如果我的检测装置 可以验到它的血流 如果验不到血流的 就一定是假的 哦 你懂我意思吗 那雷射打到皮肤 它可以看到血管 要侦测到它的血液流动 然后再弹回来的时候 Detector再把它收回来 要没有像光收发模组 这样如果装很厚也可以吗 装很厚可能就测不到 好 哦 检验神器哦 铺很多 我建议各位 晚上的店可以都买一台哦 别赚钱哦 别赚钱 聪明聪明 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那结果你这个有商机吗 我们就真的左手去做 但在做的过程中 我的投资人啊 他就说 他有一些客户 有一些未来的需求 是 那当然是比较偏光通讯 那就说 能不能继续做 那我能说什么 我当然说好 你出现 有钱赚就做 因为对一家新创公司来讲 最难的是客户 是 可是你不是已经先说 我这次不做光通讯了吗 第一个不做光通讯了 我是很面对性的 好 所以 虽然创立的初衷 想要做点社务科技 但因为钱太香了 就还是去做光通讯了 对 所以我们大概做了一年多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公司 说他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那他付我们一些开发费 是 然后我们帮他开发这些新的需求 那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 去做5G毫米波的光学讯号传输 这又是什么意思 5G毫米波不是电磁波了吗 对电磁波它是无线通讯 对那为什么又有一个光学讯号传输 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现在手上拿的这支5G手机 事实上如果在毫米波频段 在28GHz 你现在坐在这个录音室 那个毫米波从外面的塔台打进来 对不对 是打不进这间录音室 对因为它很容易衰弱 对 它会被墙壁遮蔽 对 它连玻璃帷幕上的金属都遮蔽它了 所以变成如果在室内要用毫米波的话 必须在这个大楼要装一支天线 收了以后再把毫米波载进来 从里面的这些gateway也好 router也好再把它放出来 那目前现在的手法都放出来的是数位讯号 是 所以你手机在室内用的不是毫米波 对 你讲算是接了一个网络 那当然系统营运商就会想办法 能不能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就来自于美国的系统营运商 就提出了一个需求 有没有机会从大楼天线 接到毫米波讯号以后 然后拉铜线也好 光纤也好 拉到室内 然后我继续用毫米波的天线把它放出来 所以就是在室内也要有一个发射器 对 那28GHz基本上用铜线传不了太远 那它当时的需求要传100米 所以又变成用光纤 所以我又回来做老本行 刚刚我突然有个问题 就如果所谓的毫米波是 然后进不到这个房间里面 就它一定是在经过一层转换 然后换成一般手机可以用的一个讯号的话 那我的手机到底是不是5G有什么差别 你终于知道没有差别 对啊 就像现在那个啊 美国在出了那个CPE 有一个叫FWA 它就是搜5G讯号 给你Wi-Fi 对对对 就进来的是Wi-Fi 那这样子 我的手机是4G还是5G 就是不是好比你波讯是没有差啊 因为跟我手机没关系啊 你Wi-Fi晶片就有差哦 那速度就有差 应该讲说我们是被这一些系统营运商 或者手机制造者给绑住了 因为你买到的手机 你也买不到4G 3G塔台都不见了嘛 2G营运早就取消了嘛 你是被推着走 但就是应该说 它是基础设施有差嘛 对对对 外面的塔台是不是5G的 对 能不能收房后面颇会有差 对 可是跟我手机明明就没差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要去宣导我的手机 是可以收这个的 因为 因为你会在户外啊 你又不会每天在里面 对啊 所以只有在户外再有差啊 对户外一定有差嘛 就如果进入那个时代的话是啦 对 所以就会有系统营运商 也想再把5G毫米波的讯号 导到室内来嘛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一颗 所谓28GHz的RF over 5 把无线讯号用光纤去传 这种东西 哇好酷啊 很酷啊 哦 那这样子听起来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5G的讯号 其实尤其毫米波啊 它的讯号强度是递捷非常快的 对 那你这样传 其实就会需要很多耶 我们做出的那一颗模组啊 大概只有这一个小盒子 这种尺寸 比它还小 再小一半 大概就是可能手机的四分之一的大小 手机的大概八分之一 哦 然后功耗 Power Consumption只有0.255啊 非常的低 是全世界第一颗5G毫米波段的RF over Fiber模组 嗯 对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说 可以像刚刚提到的 我们把室外的5G信号传到室内里面 对对对 就小机站加那个另外一种版本啦 是是是是是 这样等于是如果它又成为一个标准 你就等于跟现在的光线一样嘛 就是可能每动电竹物都会有一些 对你讲没错 所以我们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是RF over Fiber的这些应用 那现在在养家活口的也是这些 哈哈哈哈 人生的际遇真的是很难讲你知道吗 最后还是光通讯让你们活下来了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很难 又有游线又有无线的 对对对 其实这个蛮难的 因为一般都分开的 是是是 我觉得不同角度有不同角度很难 你看到的可能是在开发技术上的角度 我看到的可能是在这个市场推广的角度 会觉得很困难 对对对对 我个人的感觉是市场推广是最难的 是 真的非常 因为这等于某种程度啦 你是在重新定义一个网络的规格 对 对网络传输的规格 那时候以后大家应该要这样做 我没有定义啦 是 就是如果这么叫普及 运营商想定义 对对对 然后他想找一家公司把这个硬体架构给做出来 对 这样讲对不对 对对 对其实这个蛮困难的 就是任何人想要去定一个标准都是困难的 很困难啦 所以是客户发动嘛 我们是打工嘛 各有擅长的地方啊 这样子 那前任者和尚还有宣布啊 有一个细光子晶片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是的 这个突破了什么东西 这样讲有点自夸啦 但新闻的标题往往吓得极其聪动 我们公司做细光子是因为两年前有客户来我们公司找说有没有人可以帮他做细光子的一些周边的零组件还不是细光子 周边的零组件 对对 因为我们公司做收发模组有一些经验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封装或零组件的选择上有一些经验 所以IC设计公司就来找 希望我们提供相关的经验 那他找了一组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去做细光子设计 但设计了一年以后 没设计出来 但是在这个一年的互动 他们发现我们对细光子好像懂 好像懂 那他就问我们说 那你们要不要接手来设计看看 那我们就真的接手 那因为我本身在学校 就是在做细光子方面的研究 那我知道细光子真正的困难在封装 是 怎么让雷射晶片封到细光子上面去 因为细光子一定要有雷射这个东西 一定要有光纤 光纤怎么跟细光子来做封装 这两个最难 我突然有点搞不太懂 细光子是一个东西 晶片 那个晶片叫细光子 对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个光的IC 上面可以走光学讯号的IC 哦 为什么会用光子这个字 这不是会让你有点模糊吗 因为它是西坑Fotanical Fotanics是光子 嗯 这直翻啊 然后你可以讲光学讯号就变Optics 因为 这个太低贴哦 那光子会让我想象的 它可能是一种讯号啊 或者是一种转换的东西啊 或者是某种技术啊 结果不是 细光子就是一种晶片的名字 对的 就是一个晶片的名字 OK好好好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 细光子困难的在于这个封装的地方 对 这个晶片怎么封装 对 细光子怎么跟一纸材料封装 是 雷射晶片不是细做的 是 光纤是玻璃做的 对 细都没有办法实现这两个东西 但这颗光的晶片又要跟这个光源 跟这个外部光通路要组合在一起 到底要怎么组合 好多种材料接在一起 对 所以讲穿的它就是一个 一纸封装的概念嘛 那我知道我们公司小小的 人也少少的 不能什么都做 我们做细光子 只要做几个PDK就好 PDK我不知道各位清不清楚了 就是说我们做IC设计的时候 有一些功能设计 这个Function Block 我们称为PDK 是 给这些IC Design House去使用 那我就跟同人讲说 我们只要去发展 雷射封装的PDK 光纤封装的PDK 把这两个先做起来就好 然后这个PDK开放给大家去用 做大家的好朋友 就是Soft IP Hot IP嘛 大家Table Out就还有Hot IP嘛 对 我就便宜的卖嘛 就是IP IP啦 就细制裁 所以我们称呼它叫细光子制裁 有点长 有点长 所以你们的所谓的突破 就是在这一块 这个天台是两个东西吗 对 这个会跟这一次论坛 要谈的有一点关系啦 因为你会谈到一个CPU模组 对不对 对 那我不晓得你们清不清楚 CPU模组现在用的是所谓ELS架构 External Laser Source的架构 外部雷射架构 是是我看过那个图啦 但我发现 你说一下 雷射晶片没有放在 Sequen Photonics这块晶片上面 雷射的小chip没有放在 这个光的晶片上面 是把雷射放在那个机柜的边缘 旁边啦 对 这个我到时候再附图好了 我也来附图啦 对 附图啦 这个没有图看不出来 对 没有图看不出来 你看喔 现在的这些Switch大厂 所做的CPU架构 通通都用外部雷射架构在做 雷射它不敢放上去 是是是 因为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家公司 成功的把雷射晶片 封到这一个细光子晶片上面去 然后成为一个真实可以应用的产品 那家公司叫Intel 那个架构叫ILS 哦 它有发表耶 对对 它有一个网页 专门就在想这个东西 然后我看 又看没有懂 我说实在 好屌 我们在论坛上面再来讲 我的话 这图 因为它的网页 要有图啦 很漂亮 对对对 反正就是我只要 可以把雷射的这个东西 就是收的晶片 把封装在这个细晶片上面 就又变小了 这样子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都采取 ILS架构呢 是怕侵犯到Intel专利 哦原来 是哦 对 所以是Intel 它已经有先有一个 对Intel是最早推出 细光子在光收发模组上面 它大概在 2016年就推出产品了 然后长期的这个架构 都叫ILS 雷射是封在 西康法尼上面 这件事情造就了 台湾一家公司 就我们刚才在聊天的 就刚刚那个 2003 2004年下 那个特攻发那一家 就联雅了 结果它那时候一发表的时候 因为我记得去发表 它在讲这个 然后我就看那个图 哇我真的看不懂 好屌 一定很棒 等于是说 那个时候Intel跟联雅 他们一起合作 对啊 因为它号称 就是它唯一的 合作的厂商 客户只有一个人 就是Intel 对 现在大概很多人 对 我说当年 那个时候他们 这个技术好了 就是看起来 我把它直接 全部封通在一起 就应该整个体积 就比较小啊 因为你不用再就雷射打外面 然后外面接了以后 还要再把它转到 这个系的晶片上面 对 你一起封装起来 一定会比较小 可是为什么好像 这个是主流的做法吗 或者是它有很 大家都使用这个东西吗 应该讲说 Intel就是从 整个半导体制程 然后模组设计 一路到产品 它通通用 对 变成别人 做类似的产品 应用的时候 就有专利的问题了 但大家又找不到一个 好的办法 是 排除Intel的那个方法 以外的方法 可以把雷射晶片 有效的放上去 所以迫使大家 把雷射晶片 从Seek & Photonics 拿出来 但对外的宣传 讲了一个非常棒的概念 雷射很烫 拿出来以后 这个Seek & Photonics 的散热会变好 合理吗 合理 完全合理 完全对 OK 因为Intel 先提出了这个东西 而且他们也做出来了 对 我也蛮好奇 可是以这块来说 看起来 他们并没有很赚钱 或者是 就是并没有 因为他们有这个东西 以后就大爆发 为什么 非常好的 这个是 光通讯产业的 一个局限 就是说 光通讯产业的 这种光收发模组 你一个单一产品 你再怎么会卖 一年可以卖 一千万颗 就已经很多了 但你可以想象 一个店的IC 一卖可能是一亿颗 对 两亿颗 那个scale差十倍 所以你花了那么多的Aver 花了那么多的Resource 做了一个光的IC 但只卖了一千万颗 事实上你去看Intel的 每年Transceiver的销售量 到去年到达八百万颗 一开始前年七百 大概一年增长一百 所以你看 他都在一千万颗以内 那个根本就不符成本 是市场比还太小了 对 规模太小 Size还不够 Size不够 那现在看起来Size好像要 那他们在那个产业里面 算市占率算高的吗 高 单一产品可以做到 八百万组是非常高 这个整个市场大概有多大 这个市场规模 以数量来讲 不会很大了 就几千万组 但他单价高 所以他整个营业额算下来 还是很高了 了解了解 好 那这个东西他也是 刚刚有提到那个CPU 其实CPU在今年也是很常被提到 感觉又跟AI绑在一起了 这样子 那我们也还是来聊一下 刚刚大概有了解什么细光子 它就是一个晶片 就是让我在一个晶片里面 可以同时处理 就电子讯号跟光的讯号 对 那CPU就是什么 CPU从字役来讲是 co Package Optics OK CO嘛 CO是共 共同封装嘛 所以一定有一个reference 这个细光子 这个东西 对 到底跟谁共封装了 如果弄清楚答案就出来 事实上真正的答案是 跟交换机组晶片共封装 OK 所以就是我让我的交换机组 这个晶片 可以同时处理电子跟光讯号 对 你看到Core Package 后面那个Optics 你现在看到的细光子 就是Optics 光学的引擎 这个光学引擎 要跟交换机组晶片共封装 它用什么共封装呢 事实上是共载版的概念 当这一个Optio Engine 离开了那一块 交换机组晶片的载版 可能就变成NPO 还有一个名词叫NPO 所以我知道 NEO接近的package NEO Package Optics 这光通讯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名词好多 让大家都弄得迷迷糊糊 这样听起来 你说用载版来共封装 怎么让我想到有点像那个 就是2.5Ti4的感觉 就是info 我就是在一个板子上面 然后把不同东西摆上去 是啊 因为已经开始一支了 对不对 你一个电的IC 跟一个光的IC 要开始做整合 它也是一直整合的一支 也是一直整合的一支 就它真的就是 它一直整合下面的 对 它的确是一直整合 只是它整合东西不一样 是的 就以前我们比较在讲的 可能是逻辑IC跟记忆体IC 都要一直整合 现在是交换机的IC 跟光纤的这些 气光机的这些 对 结合 没错 哦 了解了解 那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交换机嘛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最前面讲说 矽光子为什么最近会很热门 或者为什么会应用在AI上面 你前面有提到说 因为原本传统的光纤 它那个 就500个通道很难用这样子 因为当时我们在讲的瓶颈 就是在讲交换机 所以很明显 现在就显然 我们现在在 开始要让矽光子 大量的导入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用在交换机上面 然后就产生了CPU这样子 对 没有错 它就用所谓call package这个概念 让它靠近这个交换机晶片嘛 来实现 这个东西目前是不是还不算主流 就是发展中 可是还没有 应该讲发展中 已经在做系统验证阶段 就下一代要推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了 所以下一代就会是CPU 对 我们看到NVIDIA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 或者Cisco也好啦 这些交换机厂商 推出来未来的交换机架构 就会长成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会一样 这已经是一个下一个世代的标准 标准 这是一个标准 那这边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吗 或者是他们的优劣 可能会在哪里 你说CPU瓶颈还是 CPU CPU的瓶颈 目前看起来 以一通到100G都成熟了 我讲的成熟 是技术上成熟 就是说你要做出这个 细光子晶片不是问题 那当然你在所谓的封装上面 会不会成本很高 或者是你的生产的support 根本很低 那可能是另外一个 所谓supply chain的问题 这个在产业初期 一直都会有这些问题存在 就两绿敌 要怎样去两绿 对对对 但这些都是可克服可改善 可是这是100G 那我们要的 当然不是100G对吧 你还愿意通到Pen8 就是800G 现在讲的一个CPU模组 事实上是3.2T 所以3.2T 它是利用四个细光子晶片 每个细光子晶片800G 成四 去把它兜出一个 3.2T的CPU架构 所以未来的交换机 都会是这个倍数 没有 现在会有两个阵营 Nphilia会走入一个 所谓的封闭架构 它的Data Rate的数字的呈现 跟交换机这边是不一样 交换机这边是5.1.2.10.2 是这样很漂亮的 2的密次方成长 但是Nphilia那个架构 可能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 不会是一个很漂亮的整数 所以你永远都记不起来 到目前我也记不起来 我只记得是200多T 但我记不住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就很零碎了 因为他买了一家 Marinux Marinux 然后Marinux一开始做 他们就蛮有趣的 他按牌里出牌 所以两边的规范会有一点差异 但这种封闭系统 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封闭架构 封闭架构 我们来讲一下 刚刚讲的这个架构是什么东西 然后开放架构 跟封闭架构又有什么差别 所以封闭架构就是说 因为细光子起来 CPU起来以后 事实上 刚才我们在讲供封装 光的晶片已经靠近 交换机主晶片 然后这些光的主晶片 这些细光子 全世界玩家 目前真正的player 事实上只有五个 有一个叫Intel Intel当然最近卖了 然后还有四家 就是跟交换机晶片 有关系的公司 事实上这四家 交换机有关的公司 通通去并了细光子公司 也就是说这个产业 是越来越整合 整合听起来很漂亮 讲穿了他另外一种讲法 叫做封闭体系 能理解 那这个封闭体系 他如果定出来的标准 或规格跟别人不一样 这会在整个公司 我们在使用上面 会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光通讯 如果是从Data Center的 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player 本来就没有起家 都是大家伙 他都是有办法 去玩封闭体系 他可以控制所有的 supply chain 去让他的经济效益最佳 好 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说 就算规格不一样 可是因为 比方说我就是微软 微软 你这边不一样 没关系 对我来说都是小事 主规格 大家不会差异太多 但是细部规格会有变化 那你最后的output 我可以用就好了 对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这个CPU 就是我们把细光子跟 这个交换器的景点 把它整合在一起 对 主要的应用面 就是在AI 这是另外一个命题的问题 也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Data Center的架构 会不会从现在CPU架构 往GPU这个架构再移动 这两个会有排挤吗 应该是说 大家现在在讲算力 那目前看起来 就是AI的这个架构 GPU的这个架构 它的运算能力的成长速度 会快很多 那这个快很多 代表CPU的这个架构 可能未来就跟不上 所以未来可能又有 另外一种革命会发生 我刚刚讲的是CPU CPU除了AI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 应用的情境吗 如果我们要讲一个 比较大的市场需求的话 CPU目前看起来最大的 应该还是在AI的架构 因为AI你看 单位面积上至少要成五倍 也就是说 过去的光通讯模组 是几千万组 但它成五倍 终于有一个产品破译了 所以它是不是回到的 电IC的这个scale上面来 所以为什么说技术上 应用上有需求 然后在市场的scale上面 又够漂亮 所以这个产业有可能会起来 观点是从这里来的 就是光通讯终于要踏上 系这边那个 产值很大的产业 数量集中要拉起来 数量集中要拉起来的 前一刻了 就它有可能终于是 不用像刚刚讲的 我卖的再好 就是卖个五百万克 有机会可以卖到两千万个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概念完全对 其实这很有趣 因为当初这些光的这些号称 就是三五族这些人 是第二代半导体 我们现在大家在玩 第三代半导体 第二代半导体终于要浮出 而且我还记得 新年前我们在聊联雅的时候 那时候都还在讲说 其实我们那时候 没有当然懂 我也不知道 他在搞那什么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就会说 就是光通讯 其实就是一个小产业 很小的产业 我那时候本来是 因为那时候我认知 是这样子 当然应该是错的 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 光通讯就是一个Telecom 对 那你就是FTTX 对 这个没有 就要到 至少那个时候 或是你去复盘 因为那时候 大家就是每个 星星的地方 就是大家拉光线 我们大家都要用网路 用有线的网路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光线可能对这些产业 影响很大 然后还很小 这样子 那是那时候 但现在过了好多年了 就是诶 好像有很多新更 然后不太一样了 当时来看算是一个 整体来说 产业比较小嘛 就如果你只看光东讯 就我那时候觉得 就是如果你从这些公司看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会 大起大落 对啊 就是很多光线公司 大起大落 对啊 因为那时候 Data Center 其实用光比较少啦 对 对啊 那现代可能变得比较多了嘛 那可是你说 在延伸的话 这些光的发射源 其实就是三五族这些人啦 那三五族这些人 他们也是会跟着这些人的 下面的这些 客户的波动很大嘛 嗯 那现在如果你下面客户也有量 那你maybe有另外一些发展啦 所以这是有相关的啦 嗯 这个在整个 我们来讲AI供应链里面 就是比较少提到的 对不对 但其实大家都会看啦 因为其实大家都蛮专业的啊 对啊 大家会去看那些AP WAFER的厂商嘛 做AP WAFER的嘛 那或是不同阵营的 制作AP的方式嘛 制作这些WAFER的方式嘛 这些都是大家在 在看音乐圈都还很新啊 真的蛮新的 嗯 对啊 如果说真的有进入到 那个上市贵投资的 设程范围的不多啦 嗯 对啊 多数都还是在创投这边 会遇到比较多的 这些技术上的讨论 嗯 对 那五博是怎么样看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说 如果未来我们再讲说 CPU它可能会是 下一代的这个标准 对 然后整个AI它们 对于这边的需求量又这么大 对 就是整个数量 其实快要到加一个零这样子 对 你觉得这个速度会很快吗 你说这个产业的渗透率吗 它其实也不算渗透率 因为它就是起来的 一个新的东西 对 整个增长的速度 以Data Center过去的经验啊 它每五年就一个世代 一个Generation就出来 这么快 对 事实上现在产业以关键零组件 这一段已经在做一通到200G的东西 是是是 你看100G都还没真正亏 还没进入到市场 对对对 就还没有大幅采用 对对对 现在已经在准备200G的 因为这样就是Penfor 800G啦 对 800G中都100G的 没有有两种 一个是200G乘以4 一个是100G乘以8 对 我之前看的时候 主要都是100G乘以8 那就是比较low的 你以前还有一个800G 是两个400G兜在一起的 对 倒有倒有倒有 对啊 就是反正 大家自己摆的组合啦 你也可以帮帮一个EG 没有错 所以你说 我每五年一个世代 所以有可能 我们在讲说 这个光通讯的这个产业 它要爆发 就最久就是五年 因为现在已经 下一个世代 NVIDIA即将推出这个 就已经是用这个技术了嘛 对 所以就是五年后 可能我们就可以看到 光通讯产业 它的整个产业 可能就会翻个两三倍这样子 它这五年还蛮好算的 它每一个世代 就一个交换机世代 它刚好是2010年到2015年 2015年到2020年 所以现在这个Generation 是从2020年到2025年 所以我们刚好 2025年就跨下一次 就到2030 这是那个吗 B公司的那个分的吗 它那个晶片分 还是说是用 用那个他妈Hawk 对对对 大概就是以他为主体 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51.2T的Generation 大概一般看法 就2025年 就是相对成熟的时期了 到2028年 整个渗透率就很高了 那2030年 又要换一个世代 到一通到200G去 大概是这样 一通到200 只要到2030年了 那你的东西很贵 不是随便换的 你没有关键零组件 大家只是在纸上画图而已 关键零组件 要先做出来 然后大家再来 多一个Pro-Type 然后看看 O不OK 再来自定规格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那我们现在这个Generation 算是什么Generation 因为不是说什么 就是400G 要直接跳到 我们现在一般用的 都是50G一通道 100G一通道 大概2025年 会大量的 事实上已经开始在用了 但量很少 那2025年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通到100G 对对 那时候 大家在聊就是说 那你要怎么做那LD 那LD是什么材料 对 对啊 那就是三五组 那边的范畴 对 那怎么做那个ABWave 要多大 那到几寸的以后 才会有经济效益 就很多都是这种东西 大家听得很快 在讲什么东西 真的 今天这集有点难了 我的对头 通常运转很快 只会反正 消化各种资讯 我应该讲简单一点 其实这是因为 你进入到伺服器了 所以它因为 它供应率很畅 就很多东西 就很多东西 那你要全部都写 那你用另外一个方向想好了 如果你是纯粹看西光的东西 你可以看另外一些 就你手机上面 所有的感测IC 只要有跟光有关系的 可能都可以用那个东西做 完全对 但会需要吗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手机其实 我还有想要它变更小吗 如果它的目的是在萎缩的话 应该手机不会小 但手机会希望整合更多功能进去 有些神秘的功能 还想再整合 比如说帮你量一下血糖 对 之前这个Apple有 传说它会有 传说中用手表可以量 对 那有可能就是 这个东西会需要让到西光子 如果未来有更多的这些 事实上一个手机上面的光学的部位 是非常多的 脸部辨识 那个就是一个面色型雷射阵列 那面色型雷射阵列 你每天都在刷你的脸 现在用的波长是850nm 事实上有一点伤眼睛 你刷脸的时候会伤到你的眼睛 所以要闭着刷是不是 把指纹辨识拿回来 所以下个Generation的3D脸部辨识 会把雷射波长移到1310这边过去 那就是长波长了 长波长又是光通讯波段 所以西光子会不会跑出来 以前就是边色型雷射的波长 对 太难了是不是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只是举个例 有可能 手机上会不会有西光子跑出来 因为如果搭载在手机上 那数量级肉是不一样的 对的 所以大家很兴奋 所以西光子是一个让很多人充满想象的东西嘛 上台积电去做西光子已经很久了 最早最早应该在2000年到2014年之间就开始做了 最早那一批 你看已经做那么久了 因为大家知道 西在电子产业一定是dominate 对 但这个foundry很怕有一天光会跑进来 但他又没做 所以他一定要一直有这个东西去watch 他一定要watch 他小小的投资 去做一点做一点 一路看嘛 看到有一天 他真的有一个大客户进来 这好机会我来压了 对 但这一进来以后 这代表这个产业体系起来 产业体系起来 很多人的创意就进来了 所以各式各样的应用就会发生 因为foundry一直有在看 应该是那个吧 我记得那个什么growthfoundry growthfoundry是 并了IBM的西光子部门 去取得了这一整套完整的技术 对 他们也是一直有在 有有有 有在耕耘了 有 IBM在这一块耕耘的非常的久 嗯 IBM 只是好久没听到他的消息 成绩了好一阵子啊 是是是 超次听到就是巴菲德 停水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点 比较软心的一条 OK 就是和胜科技 其实背后也有一个大股东 就上市的那个光胜科技 对的 我们来讲西光子 还是相关的概念股 嗯 就你是怎么样跟他们联络上啊 或者是你们的合作关系 像是什么 OK 我在学界的时候 我就跟这些台湾 光通讯产业的公司 有一些往来合作 嗯 所以我们彼此兼有熟识 嗯 那他在前几年啊 鼓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团队组合起来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啦 嗯 那一开始他当然是希望团队成员跟我去加入他们公司啦 嗯 那后来讨论的结果是说 诶 那大家要不要创一家公司 对 所以整个原油是这样 架构是这样 所以他们也算是早期股东 最早期 应该是方德吧 一开始就有 哦 了解了解 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支持你们去做政务辩识的吗 哦 应该讲说光盛给我们非常大的空间 嗯 他给我们自主权经营权 因为光盛的董事长 他看的比较远 嗯 他希望我们这一群人的创意 不要被一个 有很多日常营运的公司给局限出 是是是 他连你们想要往哪个产业方向 都没关系耶 就是反正你们都试试看这样子 对 所以在营运的过程中 当然我们会有原始的创业的题目想法 嗯 再来会有我自己的一些客户的import进来 嗯 再来会有光盛的客户的一些import进来 当然我们会去做一些选择 去产生一些比较策略性的 未来比较有机会成长的题目来做 嗯 所以整个公司的经营方向跟产品的开发就 根据这三个面向来定义 那你们现在还是一个 主要讲业务的话 就会是一开始你们提到的这个细光制裁吗 一开始我们以公司规模这么小 是不敢做细光子 对 我们有自知之明 对 就是制裁的部分 细光制裁 应该讲说你做细光子 从设计段开始到进Foundry 那个要花很多钱的 那个时间要很久 对 一家小公司最主要是要能先存活 嗯 所以细光子不是我们一开始创业设定的题目 对 那当然是在我们经营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有客户提出类似的需求 嗯 然后我们再去做这样对应的开发 嗯 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 就我觉得理论上直接 有个比较简单 用细的这边的公司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IC Design嘛 就光的啦 对对对 光的IC Design 只是说你们比较像是那种 IP2O细制裁图提供的那种 你有负责设计嘛 然后他们MP以后 就是你那个制裁就给他用嘛 对对对 然后他MP以后你可以抽那个什么 对对对 对对对 希望在细光子这块 未来的商业模式是往这个方向走 对啊 就很像什么金星科啊 嗯 迷忘啊 对对对 就是做设计的嘛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原本之前的那个 光通讯模组那边 还是会在持续做吗 就是它都是两条不同的线 还是有想要专注在哪边 我们一直想专注下来啦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以未来的这种 所谓CPU架构的交换机也好 AI GPU的这种架构也好 嗯 我们会比较专注的在这一块上面 传统架构 我们会慢慢慢慢的 把它所小规模 哦 因为像我们在讲细制材 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不同的 客制化的情境 对对对 我们在讲细光子这边也会嘛 没错 它也会有不同的客制化 是是是 尤其是细光子现在这个产业 还在很早期 early stage 嗯 所以事实上整个产业的成熟度 并不够 嗯 但是你要活得下去 嗯 因为它真正成业拉起来的时间点 还不一定 嗯 就大家都觉得会起来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来 对的 对的 嗯 而且如果真的要起来的话 其实就会像刚刚讲 它可能是真的会到 比方说我们讲手机啊 或者是可能PC 就其他的一些应用装置里面去 因为如果都在AI server的话 就还是那几家 完全对 对 所以事实上以台湾产业来看 这个AI世代 大家比较期待的 还是Edge Computing这一边 是是是 Edge Computing AI会慢慢渗透到端这边来嘛 对对对 那端这边来 很有机会让这些光子的晶片用上去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量就会非常的金了 嗯 目前你有看到什么样 可能的应用会说 哎 这可能会起来 应该讲说Edge Computing 现在还在infrastructure的建设 你想想看 当我的AI系统 它的那个pyrameter那么的大 它要那么大的运算速度 到我的端来好了 比如说我跟那个主系统 缩小100倍好了 嗯 但是那个计算量 那个数据量还是很多 嗯 所以大家的期待是说 我们的电脑能不能变成 跟Edge Computing去连接 我的手机能不能跟Edge Computing连接 是 那这个连接还是得Wi-Fi 还是得无线 嗯 那Wi-Fi的速度 这些无线传输的速度 够不够快 嗯 需不需要光子技术的帮助 哦 所以有很多的应用 很多的新的创意就会起来 听到这个又觉得说 等一下之后是一个新的标准 对对对对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 就把它想象成是计算的NAS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NAS现在大家可能 想说家里面有一台 你就是NAS 然后就是大部分的资料会摆在那边 有点像是你自己的Jobox 没错 那在未来你也需要有一个 比较大的积蓄 算力的Jobox 对对对对 算力的Jobox 东西就丢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 这又是一个新的应用 这也没有很新的啊 这之前5G的时候 大家就有在想 美好的想象是这样啊 美好的想象是这样啊 实际上都是 我觉得啦 这样子就很像更能可以理解 为什么供应商会那么喜欢VR 就ARVR 对 因为你要到那么大的算力 到底要用在哪里 他就是第一个可以验证 刚刚讲的一些有没有 对对对 因为ARVR现在 比较麻烦的就是 有一些它就有一个线嘛 然后接到电脑去 然后就很麻烦 那如果可以把那个线不要的话 对 因为你要插一个线 就是因为它很需要很大的算力 你要接电脑 没错 对那如果未来我们有办法 把它切开来 把那个线拿掉 变成无线的 对对对 无线然后data rate可以到10区 对对对 这种概念 很多东西就有机会 可以理解 这就是供应链的想法 制造商的想法就是说 我可以这样用 消费者买不买单 就是另外一回事 对的 这个内容上还是要加油 对 对对 提供体验的人还是要交流 好 那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个就是 就五博士有在业界做过啊 然后到学业教书啊 现在要出来业界 你比较喜欢当教授 还是喜欢当老板 如果以工作的形态跟生活品质 当然是教授 对 比较好轻松是不是 比较规律吗 规律 规律 它相对单纯啊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规律 那当你在业界 很多事情 那种变动的速度 非常的快 每天都会有 surprise 每天都会有 surprise 每天都在拍会啊 没错 没错 每天都在拍会 没错 所以就相对辛苦 嗯 了解 最后Sky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我想问就论坛在问啊 哈哈 我其实很多人想问的 因为整个供应链其实很长 对 有很多东西 就是有很多东西是新的 然后大家都在关注这些新的东西啦 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中端有很多 应用听起来很棒 没错 所以不管是设备啦 不管是三五组 不管是你这些封装的技术 对啊 你如果进入真的到有量的话 其实一定有蛮多 就是会改变这个市场的 嗯 我们刚刚有大概提了一下说 CPU跟矽光子 就是我们未来会怎么样看它的成长吗 或者是 我们可能就是两倍啊 然后2025啊 然后成长个 然后两倍四倍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到底要看什么样的指标 就是什么样的指标去观察它 或者是像刚刚Sky说的 可能供应链有什么 比较投资上的东西 我们就论坛上面再来问这样子 没错 好 那 就非常感谢吴博士跟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是真的是 其实蛮硬的 我花了很大的努力 就是我有学到蛮硬的东西 光很难 全部都物理 有看没有懂 对 这些 就怎么样联交投资 我们就论坛再来跟大家聊 那 参加实体论坛的朋友啊 现场除了这个纪念品 我们还会有研究员的笔记 对 所以如果像我一样 听不懂的 就看研究员的笔记 然后还会有这个线上版的 无线回放的权利 那报名资讯啊 都会在资讯栏 最后再次感谢吴博士 也非常期待 你在论坛的这个演讲 谢谢 谢谢 好我们今天这集就要想到这边 下集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拜拜